给你个子弹 如果咱整天来起来打不打 尽量不要打 尽量不要打 给你有卡片 那有我第二号吧 在目前来说大概有三十位左右 还有陆续的枪友会过来参加 那这些枪友会的成员是如何分配在中国城各个地方的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分布点 每一个分布点都是一个接口 都会想到可能他们会进入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路口都有我们的队员在那里去把守的 然后他们互相都有个照应 我现在是在从西边进入中国城的这个路口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已经有半封堵的状态了 在这个路口有四辆枪友会的车停在这边来保护中国城的治安 很待遇中国成立自然状况 我在来美国已经二十年了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感到很震惊 也很气愤 所以这次前往会有活动必须的参加 保护我们的家园 保护唐云杰 那为了保护这个我们自己的家园 你做了哪些准备呢 我就做到反正就是按照法律法律形式做 保护好唐云杰一切商铺什么就可以了 就是做到我自己的职业和就可以了 这两天觉得就是太危险了 那出来的人也太多了 然后感觉好像今天唐云杰中国城这边会 好像会有点事发生 所以我们都看到群上面的信息 原来我们都出来 因为我的店也在Tenatown 所以说我也想保护Tenatown 因为毕竟中国人在这边属于弱势群体 所以说就只是为大家出一份力 发生疫情以来或者说发生暴动以来 就这两天你没有做什么防护措施吗 有啊 因为现在就是每天都是带着枪 就最起码要保证员工的安全 但是今天收到那个发展会的通知 然后我们这边马上就关门了 现在今天是两点钟之后就关门了 外卖也没有再做了 等这个暴动缓解一下 然后这边没有事情了 然后这边的关系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了 然后我们打开了 再做了 然后我们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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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